感恩关心我的朋友来聆听我的分享跟我按赞 导师好亲爱的昌马家人以及近男美女们 大家好 开心的时间到了分享趋吉卡的时间 今天所抽到的卡就是这四张 太阳卡的部分 无我 无我呢 无我是灵魂层的提升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误解其真实意 以为是把我越修越小 其实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 要修到上那间 悟通 我自然就除掉了太阳圣的导师 所有的宗教也在讲去除我 但是真正的我是要怎么样去除呢 除我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时刻之中察觉自己的我在不在 然后将我做定位 所以思考什么是我我给自己带来的优点缺点 而我的哪一些作为会阻碍到自己的修行 找到这些方向之后 前因后果 弄清楚思量考虑 并在日常生活中 扮演好自己的纠察对 不断察觉 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 以一言一行 当你一再底提醒一代的检视 才能够在修行沙场上战胜自己 当你能够真实的落实 就能够轻松的见到我的诸多层面 层面看得越多 就会发现自己的智慧越来越增长 智慧的提升就不再沦为口号 只要有心 你就有能力看出自己的起心动念上 所下的判断是否因为自己的我字太重而有所偏差 如果可以经常以此做进行测试 进步的速度就不断的要升 感恩今天抽到这张卡的提示 也就是在我字上面 一定要更加的去察觉自己 秒秒GPS 所以每一天要让自己的一个生活境 达到生活境界圆满 这是你我每天的功课 今生的今天的不圆满 就要立刻忏悔 若你不能每天都找到忏悔的主题 那代表还不够用心 不够精进 第二张卡 丰盛卡抽到的是 切实行愿 事情大事大事小 皆取决于自己的掌握 忏悔发愿千万不能儿戏 曾经忏悔的就不要再犯 曾经发愿的就不要忘记 要切实去行愿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导师 今天抽到这张卡对应是 行愿的部分 忏悔的部分 每天在做的功课 但是如果重复的再犯 那真的是职业忏悔手 所以忏悔发愿 并非儿戏 就像命运就像一部电脑一样 有所谓的软硬体 软体就是要做足与负能量沟通的功课 硬体就是锻炼身体 将之前因为疏失懒惰所造成的局面 气血不通 找到有问题的经络进行修复 我们称之为进场前的自我调整 如果软体硬体功课都做足 那么90%可以不用进场修理 所以这一个告诉我们自己 一定要去审慎的了解 在切实行愿这个部分 忏悔如果没有对负能量信守承诺 到头来吃归的还是自己 能够做的补强的尽量做到位 曾经允诺的 而后来没有做到 自己心中要有数 负能量绝对不会随便被你给蒙蔽的 所以忏悔发愿朗朗上口 但是没有做到位或者是人在原地踏步 到最后一下进一下退 产生怀疑心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 在个人不见得一定要有什么感应 但诚心毅力与你 能否落实息息相关 不光是看一天的功夫 而是进得起时间再三考验 那才是科学实证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你所教的 只要心一到位 本来做一分明明之中 天地就会多送几分 所以感恩4GG当中 最后一句感恩一切有的交代 真的就是实色实验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结局 一切结果论 第三张卡抽到的就是 促使身心灵聚合 每天分秒间身心灵都要聚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心口合一 有些人讲一套做一套想一套短时间 偶尔犯错还无法见真章 但是日子久了就会产生错乱不可不慎 太阳圣德导师 这里提到的就是要心口合一 所以很多的文明病都是来自于根源 就是心口不合一 当下可能没有产生现象出来 但是时间久了 因缘具足了 现象就产生 所以修心一定要心口合一 修行也是一样 今天所抽到的这三张卡 就是有连贯性的 第一个在修行当中一定要除掉我 不可忏悔发愿之后又继续犯 所以也是要提醒自己在修实恋当中要步步为营 每一天要要求自己进步一点 透过生活镜来给自己打分数 妙的是第四张德香卡的部分 抽到的是真心认同 从心认同就是从心设定 只要能够真心认同确实做到位 之后就会一步步地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届时身体和灵魂 会随之起舞 代表身心灵 拿捏得宜 命运有随之 顺遂 风圣 太阳圣德导师 所以今天抽到这一张卡 这四张卡给自己的就是要必须在精进检视自己 能不能每日的进步当中不能怠惰 所有的功课一定要落实 不能因为种种的理由一忙时间一过 所以主次一定要抓得准 同时当自己的问题察觉到之后 要很感恩 而且迅速地去改 非常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 今天也是一个即将新年的前两天 所以也非常的一个感悟 在这近一年当中 到今天 这前几天才发觉说 哇 一个步骤的错误 真的是前面的都是做白功 但是呢 没关系 因为有错就要认错 知此静忽勇 所以期许自己在 即将到来的明年 一定是突飞猛进 感恩大家的聆听 祝福大家 晚安